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,要说今年11月最火的海外电影是哪一部,那非索尼和漫威合作推出的独业莫属了,自打它在国内上线之后,票房成绩可谓是一记绝成,总收入排在暂无人撼动的榜首地位,直到目前为止,这部电影在全球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8亿美元大关,获得了8.25亿美元的总成绩,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托比马奎尔版的《蜘蛛侠》的第一部和第二部, 离第三部,汤姆·赫兰德版的《蜘蛛侠》英雄归来,差距也不算太大,大家要知道,独业可是蜘蛛侠宇宙里的经典反派英雄,这两人是对立关系,被自己的对手压人一头的感觉不会太好吧,据了解,独业的制作成本仅有一亿美元,也就是说,他即将打败《蜘蛛侠》系列,成为索尼最赚钱的超级英雄电影,其实独业有现在的成绩也不意外,毕竟他的出现确实让人耳目一新,大家已经厌倦了满嘴正义的救世主,乍一看到这部, 这种一争一邪又性格可爱的家伙,就会被勾起兴趣,况且汤姆·哈迪的表演也确实非常精彩,又逗,又帅,又有魅力,目前独业仍然在国内外各大运行火爆任意中,也就是说,他的票房成绩依然有足够的上升空间,期待他能在下映前获得一个突破性的好成绩,顺便一提,《蜘蛛侠》英雄远征将2019年7月5日在美国地区上映,爱与我们国内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,估计同步的可能性不大, 不管怎么样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将在未来回归的蜘蛛侠儿吧 好了,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欢迎大家评论转发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